母亲 女儿求求你 女儿不要嫁给王玉 她就是个衣冠亲生 只要不让我嫁给她 让女儿做什么都可以 你那么大的主意 我哪里还管得了你 她都当着众人对你那样了 你不嫁她 你还想嫁谁 太太 可是您想一下呀 那个王玉 她求求二娘 她就是为了羞辱她 报复她 你若真的把她嫁过去 那她今后的日子 就是生不如死 太太 就看在我服侍您 多年的情分上 您就放过二娘吧 照你这么说 我失思害二娘了 怎么 一个庶女 去做王家未来的主母 还委屈了不成 母亲 我求求您了 女儿宁可一辈子不嫁 就是不在您身边 你还敢说 如今王玉点着名非你不许 还不是你自己造的孽 既然母亲不能为我做主 横竖都是死 那我 那我今日就冲死在这里 女儿 太太 我求求你了 你要坚持把二娘嫁过去 我 我们母女 我们母女就斗不活了 娘 你想死我也不拦着 死了也好 跟王家也有个交代了 太太 下去吧 娘 我们该怎么办 娘 娘 我们走 若不是今儿 王玉找上门来 我竟然不知道二娘有这等手段 平日里一副温顺乖巧的样子 竟然全都是装出来的 若是让她进了徐家 将来还指不定惹出什么麻烦 可是大太太 看他们今日闹成这样 会不会闹出什么事来 要不我过去看看吧 会叫得狗不咬人 若是她真要死 自个儿在屋里挂根白绫 谁拦得住她呀 可这万一 若是她真有血血 我便告诉江夫人 若江家不以尊阁联姻 京中人人都会知晓 她冒过公世子 当众轻薄 逼死了我罗家女儿 看来这个大太太 贴了心要把你嫁给那个王玉了 她为了忠哥 竟然要牺牲我的女儿 她好狠的心 我做牛做马 服侍了她那么多年 全都枉费了 这眼看计划就要成了 只要十一娘安安稳稳地嫁入王家 我就等着嫁给侯爷了 她怎么会知道的 全毁了 全被她毁了 怎么了 可有打听到什么 刚刚听许妈妈说 是十一小姐拿了自己的画像 让媒婆带给王世子 王世子才知道的 徐姨娘 小姐 您心甘情愿嫁给侯爷做祭事 该不会就是为了名正言顺地 进入徐府 去调查姨娘的死因吧 小姐 您可要想清楚了 嫁人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东青 你知道我娘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如今她死得不明不白 我定会找到凶手 将她绳之一发 但是小姐 您以为你自己考虑过吗 您看看钱公子和武小姐 那才是真正幸福的样子 东青希望 您也能遇见一个真正珍惜你 爱护你的人 我相信姨娘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好 我看你来说 你来说 我知道窝 感谢观看